在德云斗效社的时候 鸾云平就曾爆料过 德云社里的所有队长都罚过 作为德云社手握重拳的鸾云平 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但不知道从何时起 鸾云平也开始卑微起来 没有了原来的霸气 8月10日 德云社副总鸾云平发了一则状态 淡淡的说了一句 你们这样特别不好 而且还附带了两张图片 在线喊话了孟赫棠和张九龄 众所周知 被鸾云平点名 不是被批评 就是要被罚款 但这次看完副总鸾云平 发的截图之后 不少网友乐了 原来鸾云平被孟赫棠 张九龄欺负了 更可乐的是 这两位还分别坑了 鸾云平20块钱 聊天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在昨晚快10点的时候 鸾云平发现自己的扇子 忘了拿回来 于是便告诉张九龄 把他的扇子保护好 给带回来 本以为张九龄 会直接说个好的 等了十几分钟后 张九龄来了一句 20块不贵吧 而鸾云平想都没想 甩手给了一个红包 看来咱们鸾副总 还是财大气粗 在与张九龄聊天的时候 鸾云平也开启了 和孟赫棠的聊天模式 鸾云平这么问了一句 你们咋开的门啊 还有卡吗 看到鸾副总这一句询问 有网友表示 这副总怎么一点霸气的感觉 都没有了呢 也是过了十几分钟 孟赫棠回了一段语音 而鸾云平则问了一句 要是呢 接下来的对话就比较简单了 孟赫棠发了一个20 而鸾云平又是想都没想 给孟赫棠发了一个红包 当然 孟赫棠也是狠手信用的 直接来了一句 一会儿我就给您送去 看到这儿 不少网友表示 妥了 副总鸾云平 已经不是以前的副总了 这被欺负得妥妥的 当然 也有网友这么来了一句 德云社小剧场停演 商演又没有开启 这鸾云平的权力可没有了 所以大家欺负他 也是自然的了 就像在喜剧人中 周九良回应 副总鸾云平的那句话 你凭什么刺我 我又没有商演 当然他们如此这般 也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虽然现在 德云社小剧场停演 商演还没有开启 但是恢复之后 大家是不是又落在 鸾云平的手里了 所以人必须有远见 这样子才能够更加的顺风顺水一点 当然也有人表示 孟赫棠 张九龄一会儿坑了鸾云平40块钱 等着副总从你们工资里面扣吧 看到有网友这么调皮 不少网友也开始大开脑洞 有的表示 鸾副总 这条评论20块 同所无期 有的表示 以后去小剧场 听你说相声 记得付给20块 看到这儿 有人这么来了一句 还好 德云社小剧场 现在没有演出 否则 德云社的师兄弟 肯定拿德云社副总 鸾云平的20块杂卦 还有希望副总别这么丢三落四了 下次红包 千万别像秦宵贤 迟到罚款那样翻倍的涨啊 不然工资不够发红包的了